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疫情期间孩子在家除了上课之外 其他时间心慌慌 有一些孩子会开始不自主地咬指甲 啃手指丝手皮等等这些问题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爱家好医生的爱家顾问 吴彭育营养师就教我们几个育儿的妙招 让你孩子手离开他的牙齿 我们来看看他的影片吧 吴彭爱家好医生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彭育营养师 那我不知道各位朋友 有没有像是我一样 每天在家里面看记者会直播 哇,这确诊数字节节身高好紧张 然后一直不停的啃手指这样子 我的指甲在第一个礼拜疫情爆发的时候 都啃光光了 真的是非常的焦虑啊 那我相信呢 有许多不论是工作压力大 或是说 现在对于这个疫情人心惶惶的这个状况 感到非常不安的朋友 我真的是有一些很好的可以抒压 让自己觉得更放松的这个食物 那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食物建议呢 其实呢 我从就是第一个礼拜 真的超级焦虑 真的咬了手指之后 第二个礼拜开始 我就开始练习啊好把他们来克坚果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自己在家里面剥栗子 所以就是吃健康的糖炒栗子 就是其实呢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一面剥栗子 就会觉得还蛮输压的 那其实呢 剥一颗平均要花我可能大概三四分钟吧 所以其实吃的速度就还蛮慢的 所以你实际上吃掉的栗子没有太多 然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原型食物 它也算是一个还不错健康的淀粉 所以我想还不太糟糕 另外一个食物呢 是我开始可以啃玉米 这是一整支的玉米 然后我啃玉米的方式呢 就是一粒一粒的慢慢把它从那个玉米条上面啃下来 它不只是帮助排便 而且里面还有非常棒的玉米黄素 无论你是直接用水煮用蒸的或是要炖排乳汤 其实呢这个阶段也还蛮适合的 如果你是想要使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 当做你的这个抒压来源的话 毛豆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这个冷冻毛豆呢 拿来就是凉拌一下 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它从这个豆角里面啃啃啃 刻出来 其实呢也是蛮除压的 如果呢你喜欢这个坚果类的话 我甚至就是有一段时间会拿 黑芝麻粒 我刚才是炒过的比较香这样子 就用黑芝麻粒 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咬 然后呢我都会自己用牙齿 慢慢的去磨碎那个细细小小的芝麻粒这样子 然后品尝它的香味慢慢吞下去 那其实呢芝麻也是一个高钙的食物 但如果你的这个芝麻是直接吃一整粒 都没有透过牙齿磨碎 或是做的把它打成粉的话 其实里面的营养价值比较不容易吸收 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使用黑芝麻当做书压的来源 我会真的用牙齿细细的慢慢的品尝 咀嚼这个芝麻 然后把它磨得比较碎了 然后再吞下去 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就是嘴巴需要一点咀嚼感 对不对好像在磨牙一样的来减轻我们的焦虑感 所以呢其实上面几种不同的食物 都还蛮常是我这个磨牙的时候 觉得焦虑想要啃东西的时候 的一些比较低热量 或是比较健康的一些小点心 就送给大家做参考啰 希望今天我跟爱家顾问团所提供的内容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对于育儿上面有身体心理健康的问题 或者是教养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在爱家好医生YouTube channel 可以找到过去这五年 我们所制作的影片内容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在疫情期间除了做好防疫之外 也能够维持身心灵的健康 让您的家里充满爱平安与喜乐